保罗伯纳多 有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不幸福的童年 保罗的父亲肯尼斯 曾经猥亵儿童 而且他还对他的女儿进行了性虐待 保罗的母亲也难以忍受丈夫的虐待 离开了家中 雪上加霜的是 在保罗16岁的时候 母亲告诉保罗 他不是他父亲的亲生孩子 而是婚外情的产物 这在年轻的保罗心里 埋下了怨恨的种子 在保罗英俊迷人的外表之下 他的内心充斥着黑暗的念头 和暴力的新幻想 而且保罗还在公开场合 表现出他以羞辱女性为乐 而且经常殴打他的约会对象 大学的时候 保罗学习了一些搭衫技巧 英俊又擅长搭衫的保罗 大受女生们的欢迎 从1987年5月开始 在多伦多东部 爆发了一系列强奸女性的案件 而这些案件正是保罗所为 保罗没有让受害者看到过他的样貌 所以一直没有抓住他 期间保罗被警方怀疑过一次 但帅气大方的保罗并没有引起警方的怀疑 只是问询了一下 就放走了他 1987年10月 保罗遇到了卡拉或莫卡 卡拉仿佛见到了梦中的王子 保罗帅气高大 在会计事务所有稳定工作 看上去自省且健谈 两人一拍即合 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小情侣 保罗和卡拉订婚之后 经常出入在卡拉家中 这时候 卡拉15岁的妹妹塔米 引起了保罗的注意 尽管保罗和卡拉当时已经订婚 但是保罗仍然毫不忌讳地调戏塔米 卡拉和以往的女孩不一样 他纵容保罗的施虐幻想 但保罗仍然不满足 因为他认为卡拉不是处女 因此卡拉对他有所亏欠 保罗开始逼迫卡拉 说要和卡拉15岁的妹妹塔米发生关系 这样才能弥补卡拉不是处女的事实 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卡拉居然同意了 他决定将妹妹塔米的真操 当作圣诞礼物 送给保罗 但是卡拉担心妹妹塔米会告发他们 所以 塔拉从自己工作的寿医院 偷走了用于震惊的药物 在家庭聚餐的时候 磨碎药物放在意大利面的酱汁里 给塔米吃下 等塔米被迷晕之后 保罗强奸了塔米 但塔米对药物反应不良 脸色渐渐开始发青 之后开始呕吐 最后他们在掩盖了所有证据之后 将塔米送去了医院 可是塔米还是不幸在这个夜晚离开了人世 当时卡拉的家人沉浸在塔米适时的悲伤中 但是保罗和卡拉并不打算推迟婚礼 卡拉甚至还给朋友写信说 我的父母花太久时间调念塔米了 是时候把注意力放在我的婚礼上了 甚至在塔米下葬的时候 保罗和卡拉还在他的墓前 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 保罗和卡拉的婚礼 十分梦幻 卡拉一直有一个公主梦 于是这场婚礼 有鲜花 有马车 保罗和卡拉狼才女貌 似乎是天作之和 但他们的结合并没有自身幸福的爱情 反而自身了罪恶 被鲜花簇拥的保罗卡拉 这时候还藏着另一个秘密 婚礼之前 保罗告诉卡拉 他已经不满足于强奸女孩了 他想要绑架一个女孩回家 成为可供自己长期玩乐的奴隶 14岁的莱斯利 在回家的时候忘带钥匙 不幸被保罗盯上 保罗假意提供帮助 就这样把莱斯利绑架回家 在接下来的36个小时中 保罗反复强奸莱斯利 最后将莱斯利勒死在了地下室 莱斯利的尸体被放在地下室里 期间卡拉的父母还来小两口家里聚餐 保罗和卡拉像没事人一样 隐藏着地下室黑暗的秘密 后来两个人将莱斯利的尸体 遗弃在河里 结婚后 保罗和卡拉还一起上路 寻找下一个受害者 如法炮制地绑架了另一个女孩 并最终杀死了她 这时候的保罗 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内心 越来越强的施暴欲望 他开始殴打卡拉 卡拉被施暴之后 离开了保罗 还向警方告发了保罗家暴的行径 保罗因此被传唤到了警局 警方在提取了保罗的DNA之后 发现和之前强奸受害者身上 提取的DNA相符 保罗被逮捕之后一言不发 但是卡拉却一无一时 交代了他们所有的犯罪经过 以此换得减刑 一开始 卡拉说自己是被保罗逼迫 才犯下这些惊事罪行的 但很快 警方在两人的阁楼里 发现了完整记录 他来强奸暴行的录影带 录影带上 卡拉手写了受害者的姓名 甚至旁边还画着小星星 人们提出了一个疑问 在保罗遇到卡拉之前 他从未真正杀人 而卡拉在遇到保罗之前 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镇美女 两个人中 谁才是这份罪恶的始作勇准 这不得不提到 在刑讯过程中 最让警方印象深刻的一件事 卡拉曾经说 当保罗绑架莱斯利回家之后 曾经用他们俩婚礼 打算使用的高脚杯 给莱斯利倒水 这让卡拉非常生气 警官感到不可思议 你的丈夫绑架了一个女孩回家 你生气的点 竟然在于 你的高脚杯被拿去用了 心理学家分析认为 保罗从童年开始 就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不幸的家庭生活 让他的心中自身了暴力 遇到纵容他暴力行进 和危险思想的卡拉之后 他的阴暗面被彻底释放 心理医生还说 如果没有遇上保罗 卡拉未必会成为杀人犯 但依然会是一个 控制于吉祥的危险人士 而保罗 无论遇到卡拉与否 大概率会成为一个杀人犯 1993年 魁北克高等法院认定 卡拉参与绑架 强奸 虐待和杀害 安大略神的两名少女 他还涉嫌于1990年圣诞节 帮助保罗强奸了 自己的妹妹塔米 鉴于检举保罗 戴罪立功 卡拉仅获得12年监禁 而保罗则被判处终身监禁 看完这个案子 我很好奇出狱后卡拉的现状 卡拉出狱后改名 最后一次媒体上的记录 是和丈夫以及三个孩子 生活在蒙特利尔郊外 这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当时卡拉孩子 在附近某个学校上学 家长们在发现 卡拉的身份之后非常慌张 向媒体曝光了 卡拉经常在学校做志愿者 家长们认为 学校没有做好背景调查 不应该让这么危险的人 接触年幼的孩子 至于卡拉现在生活在哪里 我在网上并没有找到答案 也许她搬离了蒙特利尔 也许她就住在我所在的城市 可能在某天我去买奶茶的路上 牵着孩子 坐在我前面的中年妇女 就是卡拉 而我永远也不会知道 在某个平凡的日子 我和深不见底的罪恶 擦肩而过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 请不要忘记给小黄帽三连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